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8日 今天美国参议院有一个军事委员会 搞了一场有关美宗战略竞争为主题的听证会 在这个会上 博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那么博明何许人也 博明是过去在川普政府的期间 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 在川普这些政府当中有两个人最了解中国 一个是余茂村 那是中国童 他本人是华裔的 而且是在重庆上学 那么过去我曾经讲过 博明没有谈过 博明他是个老外 但是他是汉语讲得也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他曾经在中国生活的是七年 根据媒体的报道 1997年到2005年 他分别在台湾 香港和中国大陆生活 为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工作 这个人32岁的时候加入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在日本 伊拉克和阿富汗复义 你看这是能文能武 这很有意思 那么到了川普这个时代 他负责白宫的叫副国家安全顾问 协调处理美国在东亚和南亚的事务 那么所以博明这个人是比较了解中国的 那么这一次在这个听证会上啊 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他说我认为多间的证据 间接证据啊 重要的是要知道 这个他冷然是坚决证据 有利于这些假设 即这是一个实验室的意外泄露 而不是一个自然的人数共患事件 这是他的原话啊 说这个那么现在这个博明提出一个什么的观点呢 博明啊提出就是说 这个建议美国的国会成立一个跨党派的调查委员会啊 就针对这个目前掌握这个这些间接的证据啊 那么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干什么呢 就调查新冠病毒企业实验室逃逸的理论 你看他这个是很具体一个目标啊 角色其他人泛泛的来谈 我认为更有力量啊 那么这个博明啊 他是原话这样讲的啊 他说这个我认为应当迅速成立一个 拥有传票权力的两党委员会 就跨党派的 因为比如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啊 两党政治啊 我认为我们需要停止病毒功能增议的研究 并在全球范围内起带头作用 并恢复奥巴马对功能增议研究的尽力 该计定旨在帮助预防预测当前的大流行病 但实际上可能反而为这次大流行埋下种子 我认为另一个领域是建立 开始建立一个监控的网络 技术已经有了 只要再用一点精力 就能通过全球监测网络 检验检测出病原性的疾病啊 那么来自这个还有呢 来自阿克瑟州的联邦参议员 叫汤姆科顿 在同一个听者会上表示 所有证据都指向病毒来自于实验室泄露 而中共政权应当为此负责啊 所以这个博明提出这个 关于成立这个 一个这个跨党派调查委员会这个事 那对中共来讲是很大的打击啊 所以这就想起了一段故事 就是博明为什么这个又有旧婚 旧婚又有薪酬啊 就是因为他在中国曾经有一个遭遇 根据网上的消息啊 这位曾经在中国做了七年的寄存下 能讲汉语的啊 这个也是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的这个了解啊 那么他自己曾经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啊 就有一次啊 就是有一个这个河北的工程师啊 也是一个上访者吧 因为中共有很多的老百姓啊 这属于维权的老百姓 由于种种原因啊 或者是家里的土地被洞窃 房屋被拆迁 土地被夺去了啊 或者是蒙叔冤假错案 冤去上访 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就找那个驻北京的机制 所以那个时候根据博明的回忆啊 他当时喝一个工程师 他喝约好了 其实就是一个上访者啊 一个工程师啊 约好了在星巴克见面 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听听这个工程师的意见 就博明很热情就给这个工程师买了一杯咖啡 两手端了两个杯子出来 你想端着这个咖啡的时候 手都很热是吧 走得都很慢 正在这时候忽然有一个 他描写是有一个家伙 估计是个应该是国保吧 或者是国安啊 共打了军警特人员吧 维稳人员 猛然的就袭击了这个博明 你想这多么严肃的问题 就打一个老外 而且打他这个人呢 还用英文讲还会讲英文说 你必须离开中国 你想博明说我当时经代的手里拿了东西 直到被袭击之后 我才明白发生什么事 给他打猛了 一般打老外的少一点 尤其是像他这样还是记者 都是有身份的 肯定打他这个人应该是 有中共背后操控的 维稳人员 维稳人员什么面目角色我都见过了 我曾经在这个旅顺的海军基地被关押 那时候国宝就有一天突然间来了十几个 就是这个国安人员 你看他们全传病状啊 你要如果说不是不告诉国安人员 谁不会相信他们是 你看长得有的胖 有的瘦 有的矮 有的粗 有的就像那个街头长鞋的事 有的是大富翩翩的 你要是不介绍的话 谁能知道他们竟然是国安特务 所以中共这种特务系统啊 分布的特别厉害 你看那假装有人在街头里 比如说卖菜喝了怎么样 特别小车喝了怎么样 有人瞧不起 那说不定就是国特 国特收集信息 扮演不同的交涉 所以中共在这方面花费很多精力 像他这个人肯定是一个 就专门在中国国内 就是跟踪骚扰外国记者的 这样的一些人 他用这个方法就是来恐吓你 让你感到害怕离开中国 因为一旦他在那个地方 他英文好中文也好 了解很多上访的情况 写出这个生活的一案面 那么中共这个是不愿意看的是吧 中共它是一个非常霸道的政权的 就靠这个一个是作恶 一个是掩饰 撒谎 来维持统治 所以不择任何手段 再加上中国有钱了 像习近平这样的 中华民族复兴了 平时世界东升西降了 他就有一点就是特别的狂妄 不把美国放在眼里了 所以对美国公民呢 他照打把不悟 你看这个就是在这个星巴克 你想这个公众厂 星巴克都有监控啊 你告公安也没有用 他该揍你一样 你看博明介绍说 那位工程师来于中国的西部 不是河北我刚刚讲错了 中国西部 他家乡有一条河 严重的污染了 导致他和许多人患病 河流附近有一个已经关闭的 中国军工生产的家 生产油的这个矿 一个矿 最近地方当局做了腐败的交易 在当地重开矿山 准备卖到国外 说博明说 那个工程师目睹了我被挨打的场面 我刚讲对 就这个是上方夫 就向他报告这个情况 在中共的眼里 这是就犯罪 就所以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 就是工程师够胆大 因为他找中国的媒体 中国媒体肯定不报道 找法院法院也不理 不可能给他立案 如果法院给他主持公道 他不可能找记者 更不可能找外国记者 对不对 那么这工程师找不到中国记者 上访也没用 法院也不能给他维护公平和正义 他只有找外国记者 找外国记者 他就揍这个外国记者 他为什么不揍这个工程师 这公司可能是上访 就是经常遇到挫折 无所谓了 无惧生死了 可能经常上访 就老上访后 老上访后就不怕了 反正你盯着我就盯着 我该跟你讲 就天天跟你讲 这种人 我也遇到过 非常可怜 也不容易 那么博明的经历 给他留下深刻一些 他可能在美国 从来没遇到别人 敢对他动促 说是 那个工程师 目睹了我被打的场面 身体无法控制的发抖 他是书生 白面书生 实际上他有点武功 自己就笑他 不管 真的 有的老外 你要工作好的 你打我就揍你 不管 一点事没有 他也不能打他 气的发抖 这工程师看了 工程师也无奈 你想中国到什么地步了 你就看这些国保 国安 国特的这种举动 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已经走到了 基本上走到默契了 确实要 共党制度要受到清算了 说比起这个 他说 他说那个人跟踪他三个星期 你看见没有 这就是跟踪他的人 还会有流利的英文 这都是特务 专职的 从外国学院 毕业以后 职业特务 从大学就学这东西 你像大连事 国家安全局 原来整我那个 这个 安全局的局长 张国 万国套 万国套就是和我同学一起毕业 但是不是一个年级 他是外语系的 和我太太是一个年级的 万国套就分配到大连 国家安全局 给薄写的满名 他整我就是奉薄写的质疑 就这样的人 他就是职业特务 从在学校当中 就好打情报 领导就认为好 就把他提了上来了 直接当安军局 当一辈的老特务 他一定是这样一种人 去职会英文 拳脚也棒 领导也给他授权 就揍 下下不明 果然不明 后来赶快就离开中国算了 所以他对中国的这个 共产党就很心愁 他为什么在这个会议上 提出这个意见 我认为除了他 他个人的经历之外 还有他对 就是共产极权统治 就是本质的认识 反人类的本质的认识 所以他这次提出的建议 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 就是美国国会成立一个 跨党派的调查委员会 然后来调查新冠来源 我认为这样就很有权威心 但是你这个具体操作 肯定将来还要走很多的程序 美国的民主制度 这个为什么习近平瞧不起 习近平认为他办事 一个人说算就可以办 不像美国逃来逃人来逃人去 但是不要忘记了 这个专制政权虽然效率高 但是一旦权力失去以后 别人整他的时候 也挺有效率 是不是 你看不过现在最后的结局 不都是这样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彭明 他这个提这个方案 这次应该讲 打到了中共的腾处 一旦将来 这要成立这么一个夸 党派的委员会 那就意味着肯定要 罪责和索赔了 这肯定将是一个 将来都会是一个 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么今天呢 海外期待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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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